相信如果你有经常在浏览社交媒体应该不能发现 509选前高龄90多岁的马哈迪人气很红 当时候呢 对马每次在面子书直播的选前造势演讲 观看人数都一次比一次爆灯 然而509选后大家都说啊 那集他已经晋升网红的行列了 牢牢主导网络的影响力 那这是大家普遍的主观感受 然而数据会说话 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解读 根据今天网络媒体当今大马 引述Noble Creation广告公司的调查结果 也确实用数据证明了 那集的网络人气在选后大翻倍 然而对马呢 则是人气惨跌 调查显示那集面子书的用户按赞量 留言量和分享量 在去年的5月份一共是290万次 然而来到今年的1月份 已经是翻倍到了670万次 至于马哈迪去年5月份呢 一共是有500万次的 然而来到今年的1月份 却是下跌到只剩下154000次 这是惨跌了96.92% 快跌进100%了 那至于其他也在调查行列的政治巨头呢 还包括了蓝眼老大安华和月亮老大哈迪 然而不管是马哈迪安华还是哈迪 他们的面子书用户活跃度 相比起去年的5月和今年的1月份 这三个人的人气都是直线下跌的 唯独只有那集是不减反增 而且还是大暴增 且首相那集在509被推翻之后 在网络上以亲民接地气的形象包装自己 还掀起了马路阿波波斯库风潮 网络人气一路猛飙 还远远的超越了执政党的几位大头 而网络人气被那集打趴的安华 今天在推特很看得开的写道 It's ok 我还是比较在乎人民 而为人民服务 才不是只是在社交媒体上 收集like和share呢 是的 那集靠Boss库风潮 在网络的人气完美演绎了一出 咸鱼翻身 但是昨天在雪州市毛月补选竞选活动上 为自己的候选人站台的 土团党主席慕尤丁 他就温馨提醒各位网民 这个Boss库老板不要乱叫 大家别忘了 这个曾经的老板 可是偷了人民的钱 沐犹丁请各位网民 不要那么善望 这个老板就是因为手脚不干净偷了钱 所以才会在509被人民炒鱿鱼的